市民律師顧麗熊昨天宣布投入台北市長選舉 而護身很高的台大醫師柯文哲 還是沒有表態 民進黨議員都認為這兩個人條件都很好 當內有人提議參考首爾模式 也就是推舉五黨籍候選人來吸引中間選票 但議員們對於這項建議態度相當保留 律師顧麗熊宣布參選台北市長引發話題 而另一個有可能參選的台大醫師柯文哲 雖然沒有正式表態 但仍是出拜訪 更往台北市議會要好好見習一下 而面對這兩位熱門人選民進黨議員都很看好 必須表現出他非常強烈的企圖心 讓市民或者讓支持者知道說他是完真的 或者說他有什麼樣的一個主張 這一些在第二階段裡面全部都要攤開來 讓台北市民來做檢驗 很多年輕選民我覺得好像蠻喜歡柯文哲這個人 但是因為顧麗熊他長期作為律師 那他的發言跟他的法陣的素養 我相信也是很多選民所信任的 兩人比一比有不少共同點 一個是律師 一個是醫師 在專業領域上表現傑出 顧麗熊是扁家委任律師 柯文哲則是扁民間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兩人都不約而同聲援紅眾求案 而且都有一種非典型的特色 有黨內人士就建議可依循首爾模式 挺當選機率較高的無黨籍候選人 吸引中間選民 不過綠營議員持保留態度 所以首爾模式其實他倒是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但是時間還是太早 還是太早 這個都有待觀察 所謂首爾模式也就是說民進黨不要提名人 理讓柯文哲去選 但是我不認為民進黨會這麼做 因為在首都的選舉之中 民進黨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人選 不可能理讓一個無黨籍的人去參選 2011年南韓普元成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首爾市長 不僅獲得在野黨支持 還拿下過半選票擊敗執政黨 這樣的首爾模式 在藍大於綠的台北市是否行得通 民進黨恐怕還要再仔細盤算 有DNTV 烙爾森 蕭秉一 台北報導